要跟大家分享我们新的一个保护贴 iPhone 4的保护贴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iPhone 4呢 是正面是玻璃 差漂亮一点 背面也是玻璃 那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保护我们的这个iPhone呢 除了上次机密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M8 贴上去之后呢就变成一台相机的M8之外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新的保护贴了 这就是Sony的最新相机 好我们来玩给大家看 首先呢我们要先把这个背面啊 你的玻璃表面擦干净 确保上面没有灰尘 那当然这个Gelast Skin的这个保护贴呢 它非常厉害的就是说 它可以重复使用 你只要弄干净 好那它可以方便撕 撕下来 那这个离心值呢也千万不要丢掉 到时候还可以再贴回去 所以说你可以有很多张 然后来搭配你不同的心情来更换 它的这个保护贴 那贴保护贴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新平气和的慢慢贴就可以了 你不要想说一次就把它放进去就弄好 那几米的做法是从对这个相机孔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再因为这个Gelast真的很好贴 好 就这么简单 就好了 好 这样子一下你的这个 嗯 NEX5的这个Sony数位相机就搞定了 好那刚好呢 这边也巧妙的把Alpha跟这三光灯结合在一起 好那正面呢 其实我们这边也有做擦干净 正面也有做一个 同样的样式 好我们直接私下贴给大家看 这些这些不要带上来 首先第一个是那个缺净感应器 缺净感应器 相机孔 好接着呢 你就只要很精准的把它贴上去就好了 好吧 你看这样就贴好了 这样子这边的握杆就有了 同样的呢 下面也是可以这样玩 对准中间的圈圈 哦他其实还有一圈就把它撕掉 好 OK 好 那这样子我们就直接可以开启相机了 这样子就像一个摄影摄影模式 然后转过来给大家看 好 要拍照的时候呢 因为机米这支iphone有改过 所以说只要按下面按链就可以拍照 好 按下面金属按你就可以拍照 那从正面看呢 我们把他切回摄影模式 好 也不用切回来 从正面看呢 我们来转过来开启好 我们转过来拍照的时候是这样子 这个我们就故意做的就是说他直接灭装镜头的这个CCD模式 然后直接拍给大家看 好这样子的下次你出去玩的时候要帮人家拍照的时候呢 大家就知道你眼睛要看你这只手机而不是说是要不知道眼睛要对哪里焦 好 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就是机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NX5的这个iPhone4保护帖 前面的质感也非常好按起来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真的一个相机一样 好这就是我们的区位保护帖 其实这张贴纸上面还有秘密啊 就是说大家其实看到有没有两边还是有两条黑色的这个贴纸 这贴纸干什么用的呢 就是可以让你来贴iPhone的这个边 好我来贴给大家看 让你整个的iPhone感觉会更加的贴近全黑的这个iPhone 当然呢有些人觉得他很在意就是说 他会不会这么倒霉遇到天线门事件 所以说如果你在意那么在意天线门事件的话 又担心他会发生的话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就把它贴起来就好了啦 贴这个很简单 这样一边全黑的就OK了 好另外一边我们把它贴起来 另外一边因为没有 好对准 然后贴下去 好有没有 这样子的黑边的 所以黑框的iPhone4就完成咯 上面还是有一些金属的边 那像金刚提到的 我们之前撕下来贴下来的这个保护贴呢 是可以再次使用的 然后就是把这样房间贴回来 但是离心值很赞 好所以算就把之前比如说跟之前进门的这个 M8的再贴回来这里保存 下次要用的时候 下次要换M8出门的时候 我们再贴回M8 再贴上去 怎么样 这可以存你的旧的贴纸 新的贴纸贴上去 待出门完 这样子呢 你每天就有完全不同的这个iPhone 可以带在身上 前面这感觉还有点像P900的 大家还记得P900什么吗 好谢谢大家啰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